剛才是說自信 很激烈,我沒想到自信是可以滔滔不絕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Jack激動完 激動完 你激動完 我怕我中風了 再說下去 血壓有點高 哪一派有自信 他不是說自信,是說觸動 他是回覆我 你回覆他 你覺得環境令他比較 我不知道這一種思想是比較的 大家不是一起進步的一個想法 可能我們中國人的基因是獨有的 不是這個不健康的基因 跟什麼國家的人都一樣 只是可能普遍一點 容易有這個形成 大家都是向那個方向想 習慣了批評才比較多 永無讚賞 很難得的,哇,黃欣浩蕩,貴地 我們以科學一點,或是書面一點的解釋 他說自信有兩個方向 一個客觀,一個主觀 客觀很容易理解 成功,獲得成功就會自然覺得自信 可能是成績上,或是做一個活動 獲得肯定,這個成功就會感覺自信 另一個主觀的感覺就是自我評價 都對,因為網上寫的 對自己了解更多一點 才知道自己自信的位置在哪裏 因為自信、自卑、自大 就是取決於前面的自,自開頭 自己開頭 就是你自己去界定 將這個重心 或是偏向左、偏向右 偏向卑向,偏向順向 那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那你自信的位置是? Jack? 你告訴我吧 旁人觀察才是最客觀的 如果我自己想 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做事的執著 要求很高 可能是自信的表現 或者是自卑的表現 因為覺得自己的內容不夠 所以要求高一點 不知道大家的自信、自卑的來源是怎樣 都歡迎告訴大家 因為每一個人的位置一定不同 因為很難看得出 這個真的是你現在坐下來 指著你 思浪你覺得怎樣 你才打出 平時你會覺得 你是按著自己的感覺去做 覺得不行? 那我就不做 很快就遷移了你的思想 問心自問的時候 可能才會有這個答案 另外自信 朱賢你沒有說 你不斷問人 不斷分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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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自信是分析人 可能是 還有自信觀察 為什麼 觀察力 我不知道 我懷疑 因為沒有人評擊你的觀察 不對嗎? 這也是可以討論的 我想是因為 關乎他 剛才說他對自己說話有自信 他很有自信說話 如果別人無法反駁 他再用說話這招 壓下他 他就是我對自己的觀察力有自信 我對自己說話有自信 不是 反過來 我對自己說話有自信 所以他講完 表演後 別人無法反駁 他自以為是一種肯定 所以覺得自己說話是對 覺得自己的觀察力有自信 即是我說得對 對 如果我沒有足夠的自信 說出來的時候 我不會說 噢 即是我要在我心裡 已經讀好了 或者想好了 那件事的理據 反而是幫助你 減少了不自信 對 不肯定的就不說 因為剛才他也講了一個例子 如果那件事我講出來 被人評擊的時候 我會受到一個受傷 我就會產生一個情況 就好像阿Jack 我就受傷 我不喜歡自己受傷 我就要首先想好 如果他會評擊我這件事 我這件事如果真的受到評擊 我就要先做好準備功夫 然後我準備功夫做得夠足 我就很嚇人 我要說出來那一刻 穿多幾件規格 對 才出去應戰 所以反過來說 你也是自我保護意識比較強的一個人 對 總之規格好 你見得竟然上來這裡 就準備好了 準備好 準備好 想年輕又穿這個戰場 平時的節目不見他 大家就明白 我想保護自己的界線 我想大家都有 但大家的雙眼點有點不同 可能我會牽涉到下一個環節 所以門檻是很高的 因為我開始節目之前 我問阿威 我全部都填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對 這樣吧 我們待會就知道什麼事 自信呢 我自己是有一個幫助自己 有一個瞬間提升自信的方法 請說 請說還是不要說 請說 就是桌上這個 可能很多人都擁有 也有人做武器 不是 是眼鏡 為什麼呢 這個我發覺在讀書的時候 或者讀書的時候 很多時候要present 現在這個工作不需要present 雖然做節目都遲 但是做節目跟那種 我要拿好我的功課 按住ppt powerpoint那種不同 眼鏡為什麼用呢 我有近視和散光 那我戴眼鏡當然是清楚了 你們這些皺紋 暗倉印 還是樓下有沒有專心 其實我也有些散光 所以平時我不喜歡戴眼鏡 因為戴眼鏡看得很清晰 自己的瑕疵看得不太好 沒錯 就是當我自己覺得 我想自己多點自信的時候 我反而是不戴眼鏡 走上台就說話 因為我會看到樓下的同學也好 老師也好 總之聽我講的人 樣子不清晰 很蒙的 因為散光的關係有近視 但我知道自己後面的黑板也好 自己的手稿絕對看得清楚 那我就說自己的說話 我們下一頁做些什麼 我就可以說完 但是 不需要去care別人的感受 所以如果我想自己提升自信 我就會選擇不戴眼鏡 因為我亦不戴con 但戴眼鏡的時候 是希望觀察大家 反而是希望有個互動 大家有自己知道 安全感 所以做節目 你見到我有時但有時不戴 又知道可以收放自如 但做presenter 上台時我絕對不戴 做的事有自信 嗯 因為有些外雜 雜音會令我自己presenter 不好就失準 如果我講我準備好的東西 其實就成功了 客觀地成功就是自信的表現 就是這樣 來到這個年代 原來有近視是好處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看著我 不妨夢一點 看不到缺點 反而覺得很舒服 沒什麼事 那樣的感覺 剛才我們講了這麼久 我們有個遊戲 這是什麼家夥的遊戲 很特別的 很簡單 自己都可以在家裡做 就是把我們畫一個圓形出來 是 畫一個圓形 像月餅一樣 或者pizza一樣 分開六等份 或者八等份 總之你分開它 一半 一定要是平均的 切開它 你就寫一寫 假設 我們有個前景 假設就是 如果你將要認識一個新朋友 那個人可能迎面走過來 又或者你朋友跟你說 啊 為什麼有個朋友都來 的時候 如果這個人 是有什麼特質 是會令你主動靠近 有什麼特質 是你會抗拒的呢 因為認識朋友 沒有一定要變朋友 你是有選擇權 在你自己 包括對方 但在你自己那方面 你有沒有問過自己 其實我是喜歡跟什麼人做朋友 不喜歡跟什麼人做朋友 這就是我們今天遊戲 這個遊戲 要過我的關 雖然我們現在在座 都是同事 我和朱然是朋友 和其他兩位男士 我不確定是朋友 正在摸索 我看看那個表 我看看會不會 立入到朋友 我們不如 首先看一看 我先 我先 真的嗎 我先 阿瑞那張 我的圖先 看看如果要成為我的朋友 會有什麼特質 好難 下面那是什麼 我就是左右分法 藍色那邊 就是傾向會覺得這個人 有這些比較簡單的特質 我就會跟他做朋友 就是藍色的左邊三格 右邊就是我不喜歡的三樣東西 我說了我喜歡的如果有的特質 不是說其他人沒有這些特質 我不做朋友 只不過是一個全身認識的人 很需要有這些給我的 首先先決條件 如果對方是和外可親的話 原來沒有和 對 你這麼多了 你這麼多了 第一個是和外可親 第二是有見地 第三是某某私郎 我們容後解釋 如果你說我會比較抗拒 我不想接近的人 我以為某某是偏向藍色 跟著是私郎 對 就是懶散 裝模樣 和某某私郎 其實很明確的 那四個 我想解釋一下 不解釋一下 我簡單解釋一下 我覺得認識朋友 如果他願意去接納你 他會主動想跟你 不會說是她的朋友 誇張的過於表現 但她會覺得大家正常互動 有談有談有談 她會回報笑容給你 有一個很好的反應 我覺得這個人不抗拒我 我都可以進一步跟她認識